神秘142赛家对战雷杰多到底谁会更强 赛家与雷杰多大家都不陌生 作为神秘142的成员 雷杰多与赛家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那么两位奥特曼谁会更强一些呢 小伙伴们支持赛家的请同意 支持雷杰多的请同意 我们先看看官方给出的数据结果 赛家奥特曼身高58米 体重45000吨 飞行速度无法急转 星座速度22马赫 跳跃力8000米 万里28万吨 握力22万吨 另一边雷杰多身高50米 提升5万吨 飞行速度35马赫 星座速度12马赫 跳跃力4000米 万里15万吨 握力20万吨 如果单从数据上看 赛家是要强于雷杰多的 不过我们都知道 数据只是奥特曼实力的一部分 可以当着参考 并不能完全代表奥特曼的全部实力 下面开始本系的实力分析 首先两位奥特曼都是通过合体召唤出现的 只不过赛家是通过赛罗高斯 带拿三位奥特曼合体 而雷杰多是由高斯以及斯蒂斯 两位奥特曼合体而成 在数量上赛家要高于雷杰多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小伙伴说 赛家的数据比雷杰多要强 合体奥特曼的数量也高于雷杰多 那肯定是赛家更强了 关于这种想法 戴毛只能恭喜你 答错了 其实根据戴毛的资料查找 以及细致的分析 雷杰多是要强于赛家的 甚至可以说雷杰多是神秘4号中 唯一一个实力可以比肩诺亚的奥特曼 那么雷杰多强在哪里呢 首先雷杰多是神秘4号的同时 也是远古4号第一 而远古4号中是没有赛家的 其次雷杰多可以释放宇宙最强技能 火花车说 这里要说明 根据官方给出的答案 火花车说确实是属于奥特曼技能中 攻击最强的 而并非夸大 但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 雷杰多有多么强悍 说到这里 戴毛认为 或许在综合品牌上 赛家与雷杰多不相上下 毕竟赛家的速度 也是雷杰多无法做到的 但如果只看战斗实力的话 雷杰多是要强于赛家的 小伙伴们关于戴毛的观点 你认同吗 请让大家想法留在评论区 我们一同讨论 讨论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